各位,最近走线大军又暴增了 根据美国边境管理部门刚发布的一个数据 说中国的走线润人已经超过了墨西哥人 近几个月以来穿越边境 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走线客 已经处于这种偷渡大军的亚军地位了 你看,暴增超过了墨西哥 墨西哥是邻国 走线客好家伙 你看这基本上全都是亚洲面孔 看起来 印度的 哥鲁吉亚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呢 福克斯新闻刚刚说 他获得了一份上没有公开的美国海关与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去年10月份 开始以来 美国的海关与边境管理局在圣地亚哥地区逮捕了两万一千名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 这比同一时期逮捕的一万八千七百名墨西哥的偷渡客还要多 仅次于逮捕的哥伦比亚的偷渡客两万八千名 来自巴西的八千七百人和厄瓜多尔的七千七百人 这个中国现在是稳居第二大群体 其他被捕的非法移民的原籍包括土耳其 几内亚印度 维地马拉和秘鲁 这个美墨边境的这个非法移民呢 是全球化的各位啊 美国的海关边防总署称2023财年边境巡逻队南部边境 一共逮捕了两万四千多名中国的走线客 这一数字比2022财年记录的一千九百七十人增加了十倍多 而2021年仅为三百二十三人更是增长了百分之七千 历史上中国走线客在美国的庇护的成功率很高 即使庇护失败了也很难驱逐回原籍国 刘美的高成功率引发了很多中国走线客涌向美墨边境寻求新的生活 我觉得应润尽润吧 是不是啊 你不能这个扼杀这个底部的这些人士的美好生活的追寻的梦想吧 对吧 应润尽润 我看中国政府也想开来的根本都不拦着啊 是不是 美国的官员称为什么没有办法遣返呢 是因为没有办法核实他们的身份 美国边境巡逻队的一个巡逻官表示 中国的移民大量增加 他聘请了很多翻译服务 每个中国走线客需要接受长达七个小时的调查 美国众议院的一个官员说 美国边境巡逻警面对中国的走线客不知所措 许多中国走线客被释放到美国境内几乎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原籍国 他说呢虽然确实有些人可能正在寻求庇护的救济 但我们没有办法对所有人进行充分的安全审查 尤其是当敌对国家的公民大规模的涌来的时候 已经把中国当成敌对国了 你看到没有 说这个 说这个官员说呢 近年来中国公民冒充游客 多次试图进入阿拉斯加的军事设施 在费尔班克斯温赖宝的一起事件中 美军在载有中国公民的车辆中发现了无人机 你瞧瞧这说的都不是人话啊 那个带个无人机出去旅游就得是中国间谍啊 是吧 好吧 说拜登政府呢 现在正在收紧庇护的限制 正在考虑颁发行政命令 阻挡非法的越境潮啊 庇护越来越难了啊 说这个白宫呢 正在做出行政命令的这个框架啊 说这个以后再想正庇难了啊 各位 那位说了 那中国的总校课到了美国以后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我以前给大伙说了几回啊 这个更新一下吧 走线课呢 到了美国因为数量太多呀 美国的这个有限啊 因为华人开的这些餐馆啊 企业啊有限 所以呢 大部分人跑到美国来以后呢 就在那个华人聚集的 你比如说丁胖子广场啊 跟那挂逼啊 那中国有很多华人的企业家呀 尤其是餐饮业的企业家 看着他们也怪可怜的 就给他们的供应盒饭 为什么要那个一个是好心 再一个呢 就是一些餐饮企业 一些快到零期的一些食品啊 到了也是怪可惜的啊 所以呢 就给他们供应盒饭啊 好心的企业家一天呢 呃供应个100盒200盒的啊 这么多人排队跟这领盒饭 这都是走线过来的 看他们要饭了 走到美国来 他们第一步就是要饭 找不着工作 太多了啊 因为太多了啊 各位 这个呢 还可以充分的去消耗美国的这个税金呗 美国会管他们的 会管他们的啊 有好心的华人给吃的 也有一些这个救助机构给吃了啊 饿是饿不着啊 各位饿是饿不着啊 美国的农产品极大的丰富啊 这个地方大 人口少啊 饿是饿不着 但是你跑到美国来是为了发财的呀 不是为了来要饭的呀 那要饭能发财的 那只有丁胖子金牌奖是一个人啊 那不能复制啊 各位啊 那这些人天天在那干嘛呀 挂逼等工作呗 还互相交流讨论呢啊 能干点啥呀 今天你看看这个周围我要不说你以为中国的四五线县城的那个劳劳动力市场呢啊 啊对吧啊美国就这样大农村嘛啊 又是来了很多人 都在这里蹲着 讨论怎么找工作 去哪里找工作 啊这就是挂逼啊 一般的呢都得经过一个过程心理上的适应啊 你比如说就这位吧 22年的时候 这位在中国国内的时候说美国必将带领人类进入星际时代 啊 到了23年 11月份他走下来了美国以后啊 说我的生活虽然很绝望 但是呢美依旧在那里 呵呵 然后呢到了23年的11月20号就有点绝望了啊 说美国让我有些失望了 几乎每天都是重体力活 公卡也无法申请 纽约市民卡又忽悠人拒绝了我的请求 扣留证件就是让人自生自灭律师收费了 又是拖拖拉拉忽悠人啊 那个正秘律师啊 求助了教会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 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对美国失望了 写于法拉盛 嗯 你别说这些走线来的了 各位啊 我给大家说句实话吧 美国现在通货膨胀 生活成本 高涨 你别看这两天 那个美国都是公布啊 一会儿骚扎科技突破了 一会儿又是那个什么飞农啊 这个就业数据非常好了之类的 可是呢 普通的美国人并没有感觉到这两年 美国的经济有改善 你知道现在在一些大城市里边 你的收入在哪个中位数 你才能摆脱贫困吗 你都不敢相信 各位最新的数据啊 我告诉大家在美国你一家人的收入 如果不超过15万美金的话 你在这些一线的大城市里边 你就是个赤贫户 你都不够挑肥的15万美金啊 15万美金 你们自己算去吧啊 这些走线课能挣15万美金吗 啊 所以看到了吧 这些走线课最后都绝望了 都说美国讲人权 会把人当人 我的真实经历却是做了奴隶一样的活 生活被极限的压榨 我遵守你的法律 不去寻求不合法的途径 我这样坚持换来的是什么 身体快干肺了 关节疼痛难忍 无法获得药物 无法获得任何帮助 我现在心里边没有了对刚来时候对美国的好印象 是律师欺骗了 我还是移民局欺骗了你 是生活欺骗了你 是公知欺骗了你 那没办法 各位啊 好多待不下去的 回国了啊 这个中国真是来去自由 对这些走线课啊 中国真的是 你看啊 你在美国 如果是想回国的话 因为大部分人进来以后都把护照给撕掉了 为了不让遣返啊 不能确定身份 可是呢 有些人实在是熬不下去了 想回国怎么办啊 往大使馆一躺 就这些人啊 跑到大使馆去了 跑大使馆干嘛去了 绣国旗去了呗 大使馆也没办法 然后就跟他们补护照 补完护照之后 没准还得给他买机票 李送回国啊 可是呢 有些人呢 离开了美国之后呢 回到了中国 他又想念啊 我在中国 我也找不着工作啊 我又想 二次走线 又回美国去刷盘子去 你说这些人 哈喽 阿里巴迪 大家晚上好 我是你们的小冲哥 我从浙江 来到了江苏 苏州 明天开始面试 找工作 希望新的一年 越来越好 谈谈从美国回来的感受吧 如果不是身体原因 我是不可能回来的 回来以后 感觉 身体原因 因为在美国奴隶般的生活 他的身体受不了了 干不动了 要干就累死了 又跑回中国去了 找工作 也不好找 是吧 这也是个现实问题 是吧 我你的钱不好挣 太难了 我在美国刷盘子 管车管住 一天100美金 一个月也可以选到上30天盘 3000美金 也有2万多块钱收入 在外州基本上花不到什么钱 因为不出去嘛 在哪边 确实挺好的 我在休战顿的时候 我我的老板是煽动人 对我是挺好的 哎 我的同事们 他们都都 没有说 把我看来说 我是一个黑工人啊 干什么 其实我呀 根本没有 对我特别好 其实我挺怀念 在美国的41天生活 说真的 嗯 回来以后呢 管理工作工资太低了 说实话 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你怎么能给别人以后的 未来幸福呢 对吧 所以说我依然决定 应该会在六七月份 按策 出去 嗯 目前去了国家待定 嗯 很有可能也会去美国 但是最终的去哪里 我还没有想好 把自己的人生路规划好 这次出去呢 我可能要选择 会学一门技术 再会出去 因为出去吃一次亏了 要长个技术 要学技术 在中国学技术 希望 再走线啊 在海外的游脂 能够每天身体健康 家庭 说实在的 你在中国如果学会了一门这个养家的糊口的技术的话 那你就不用走线了吗 我明白了啊 这哥们好像也是走了另一条赛道 在中国的媒体上卖走线的惨 对吧 说我要二次走线 我这玩意儿 底层的人民吧 你在中国混不好 你在美国那就更不可能混好 反正都一样 是吧 所以他找到了另一条赛道 是吧 那个在中国的媒体上哭穷 卖惨 也能挣钱 对吗 我们就看他二次走线的结果吧 点个订阅 应润渐润吧 下次再聊 明天的眼睛 我们就看他有这样的眼睛 我这儿怎么看你了 开门了 在这儿